今天我们要讲一家汽车制造商 我如果讲到这个汽车制造商的话哦 有可能很多人会在下面的评论骂他了的 那个汽车制造商就是 Nissan 还有这个 ETCM 因为这几年呢 Nissan 跟 ETCM 在马来西亚引进的新车其实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他们的销量一直在跌 甚至每一次我们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做到关于 Nissan 的题材的时候就会有人骂 Nissan 是不是不要马来西亚市场啊 为什么那么少新车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Nissan 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少新车 这个是不是 ETCM 的错 首先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们来看一下Nissan 在2005 年开始的销售成绩 那个时候的Nissan 是马来西亚销售榜第四名的品牌 在这个 Pro Duo、Proton 跟 Toyota 之后 排名甚至还比当时的 Honda 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款爆款车型 而且这些爆款车型的汽车销售成绩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首先包括了2005 年之后的这个 Nissan Sentra 然后还有这个 Nissan Grand Rivina 2012 年的 Nissan Almera 2015 年的 Nissan S-Trail 还有 2018 年的 Nissan Serena 这一款车每出一款就是爆款 每出一款就是爆款 所以在当时 Nissan 维持在他们前五名的这个排名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旗下的车款每一款都是精品 但是在 2015 年之后呢 你就可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看到 他们引进新车的速度是越来越慢的 讲到这边 我相信下面已经有很多 comment 讲 哎呀这个一定是单中的错啦 单中不要引进新车啦 不过我们以理智 公正的这个心态去看这件事情 为什么 Nissan 在马来西亚很少引进新车呢 首先问题有几个 第一个重点就是 Nissan 目前其实他们拥有很少的右驾车型 因为他们主要主力市场呢 是在北美 在日本 在欧洲 还有在中国 除了日本以外 大部分的市场都是左驾车型 所以他们都会专注在这几个市场 例如讲很多人希望引进了这个 奥迪马 也就是这个 Tiana 还有这个 Nissan Centra 新款的 也就是这个 Nissan Sufi 其实都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右驾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 你都看不到右驾的声音 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点就是 就算我们喜欢的车款 它有右驾车型 那么能不能够引进 也是 Nissan 说了算 并不是代理的问题 就好像讲这个 Nissan Qashqai Nissan Qashqai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一款Nissan车型 外观设计好看 然后看国外的评价呢 它的操控表现也不错 但是我们看完整个东南亚市场 除了新加坡以外 好像没有几个市场可以卖 Nissan Qashqai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主要原因就是 Nissan 不允许啦 因为Nissan Qashqai 这款车呢 主要是为了欧洲跟北美市场开发 所以相对的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这个就是Nissan 不打算引进东南亚的因素 其实这个情况跟这个 Toyota的CHR有点类似啦 大家可以看到Toyota CHR 当时大家都很喜欢 可是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价格怎么样 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因素的 第四点跟Nissan本身的策略有关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Nissan呢 它主要的市场是在 北美日本中国跟欧洲 然后在这个雷诺日产三菱联盟中呢 他们计划把东南亚的市场 让给这一个三菱 所以这几年你可以看到 Mitsubishi在马来西亚市场的 销量呢 节节攀高 但是Nissan就越来越低 其实这个跟原厂本身的策略 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打算把东南亚 包括马来西亚市场在内 让给这一个 Mitsubishi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印尼市场呢 它是有全新的Livina的 而且还有一辆小型的SUV 叫做Magnite 都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啦 最后一点 Nissan的新车没有办法引进本地 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呢 跟本地市场的策略有关系啦 就想像这个Nissan Kicks E-Power 这样 我们看整个东南亚市场呢 他们卖的都是这个 E-Power 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放送这个版本的话 就意味着呢 这个车的成本会很高 而且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呢 给予这个 CKD 的混合动力车款的 这个incentive 也就是补贴呢 其实是并不多的 导致这款车如果要在马来西亚卖的话 它的价格肯定不会便宜 我曾经有听过传门 OK 这个以上是未证实的传门啦 如果Nissan Kicks E-Power 在马来西亚 贩售的话 它的价格会在 14万到16万令吉左右 所以这个价格讲真的 各位会买吗 当然原厂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引进自然进行的车款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厂方 就是HQ 方面 会不会给你这个引擎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那么这几年 Nissan 是不是真的放弃了马来西亚市场 那又不见得 因为目前呢 Nissan 在马来西亚 还是有很多潜力的车款 例如讲这个 Almera Turbo 还有这个 Nawara 但是它们的销售成绩 都是普普通通的 当然这个是 营销方面的问题啦 这个当然是 ETCM 的锅 不能够完全讲是 Nissan 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几年 Nissan 在马来西亚 销售成绩不佳的错都怪到 ETCM 的头上去 就好像有点不公平啦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只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所以 问题呢 是双方面的 也不单讲是本地的代理 本地的代理其实已经 把它们能做的都做了 像是这个 Nissan Almera 其实我们的引擎 就是跟全东南亚同步 都是采用涡轮增压引擎 另外呢 这个Nawara 我们也是 很快的就引进了新款式 但是呢 这个销售成绩 我觉得还是可以加油进步的 因为我很肯定这辆款车 还是有它的潜力所在 影片的最后 我要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Nissan 会不会放弃马来西亚市场 答案肯定是不会的 因为毕竟 Nissan 在马来西亚扎根了那么多年 放弃马来西亚市场 真的很可惜 我们有收到未确认的消息啦 通常我讲的未确认消息 基本上 你知道了咯 目前呢 Nissan 正在他们 Rawang 的工厂局 进行扩建 未来 会有新的车款在本地投产 而且会出口海外市场 目前已经收到的消息指出呢 什么车款会引进本地 包括了全新一代的 Nissan S-TRIV 还有全新一代的 Nissan Serena Nissan Serena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讲过的 它会在马来西亚生产 然后出口到其他的海外 所以 未来 肯定 Nissan 在马来西亚 一定会有新车 只是他们的新车定位 可能会比较高啦 所以到时候 消费者的接受度怎样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不过呢 我还是希望 Nissan Malaysia 可以已经多一点车款进来啦 因为毕竟 市场的竞争大 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 谈论这个 Nissan 在马来西亚市场策略的影片 那么大家赞不赞同我讲的东西呢? 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啦 但是请大家不要吵架哈 和平 Peace 然后我要喝水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